大家好,今天我来做一期桌末购物分享 我生活在美国中北部的明尼苏达州 今天我来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亚洲超市购物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亚洲超市都有哪些我们在国内耳熟能详的产品 并且那些产品在这边都卖多少钱 桌子上堆的这一大堆都是我今天去亚洲超市购物硕果累累的成果 这些产品都是我在缺德旧、Fresh Time Farmers Market 还有附近这些美国超市不能找到替代品的东西 这一桌子的物资大概花了约120刀 在我家的饮食结构中 从亚洲超市买的食品是美国超市之外的有效补充 我预计今天购买的物资在一到两周之后就会被消耗一空 现在来给大家看看我到底买了什么 这是留一手的火锅底料 价格约在五刀一包 腐竹作为豆制品中的精华 在我家的饮食结构中永远都不可缺少 这一袋腐竹大约在170克 价格为两刀一包 这一包375克的绿豆花了大概约两刀 绿豆夏天我用来煮绿豆汤喝 但是冬天绿豆汤偏凉 我一般用来发豆芽 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家里每一到两周都要在家里吃一次火锅 鱼丸子也是必不可少 一袋鱼丸共一磅的重量是4.25刀 我家里对肉制品的消耗着实过大 所以常被一些冬菇用来解腻煲汤 这一袋冬菇重量为一磅 价格为14刀 白家的这一款酸菜鱼料 酸酸甜甜 非常爽口 不仅可以用来做酸菜鱼 而且是非常好的做酸汤肥牛的底料 这一袋的价格是2美元 这是生姜 亚洲超市现在生姜 每一磅约合2.5美元左右 比之前有所上涨 生姜在我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我自己非常喜欢喝米酒 也就是所谓的牢骚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 总结了很多家庭版制作米酒的经验 所以做出来都非常的清甜 这款上海的酒饼丸也是必不可少 从美国超市买的虾 往往都是已经去头去壳 并且挑了虾线的虾 如果想吃到带着大海味道的鲜虾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亚洲超市 这样才能买到带头带壳的全虾 大小不等的虾子分别标有不同的价码 我买的一只长的虾 价格是五刀一磅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 我已经很久很久在美国没有吃过馒头了 今天终于从亚洲超市买了一袋 一共是六个小小的鱼香奶馒头 这一袋的价格约合三刀 大白菜的英文名是Nepa Cabbage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超市都提供大白菜 亚洲超市的大白菜价格还算便宜 一刀一磅 但是在很多美国超市 比如Fresh Time Farmer Market 价格则为两刀一磅 着实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蔬菜 我家里会经常常备一些花生米 用来做炒菜的配菜 或者是油炸花生米 这一包花生米的价格是两刀 今天在亚洲超市 我还特意买了两种主食 一种是韩国的粉 这一包的价格大约是三刀 不到一磅 哪天可以做一顿酸辣粉 郑姜香醋 更是我每次购物亚洲超市 逼买的一项 这次也买了两瓶 亚洲超市还提供一种 未全出产的精致山东拉面 价格为五刀一盒 一盒一共有五磅 我感觉性价比超高 山药在我这里是个稀罕菜 因为从南方运过来 价格就比较贵 四刀一磅 随便买一点山药 都要突破十美元了 亚洲超市的冷柜里 提供带着冰 被速冻了的鱼 还是非常新鲜的 这是一条小黄花 按重量称四刀一磅 除了黄花之外 我还买了一条金鲜鱼 之前分享的 家常版烤全鱼的视频里 我用的就是这种金鲜鱼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鸡鲜鱼的价格是五刀一磅 这就是我今天的 亚洲超市购物分享 买回来的食材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丢到火锅里去了 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你订阅我 也欢迎你点赞 留言和转发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